原来同浩在这么气派的地方上班啊 以前在观美余尊的时候 真没看出来 早知道 我就应该把目标放同浩身上 不然哪还有叶千语什么事啊 好歹你看走了眼 那要不然还有我什么事呢 现在也没有你什么事啊 这流连好重啊 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进去吧 对对对 对对对 走 你们快点走啊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找同浩 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单俊浩 那你们有预约吗 还需要预约吗 我们是他的朋友 是啊是啊 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进去的 我们真的是他的朋友 不信你去问问他 我们没有资格问总经理这种问题 如果你们真的是他的朋友 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们保安部收到指示以后 你们就可以进去了 我没有他的电话呀 怎么办啊 那对不起 你们不能进去 玩下班的车我弄车吧 好啊 小哥哥 那这样 你去帮我们通报一声 你就说我们是从观美余村来的 坐了两个小时的公鸟车 真的很远的 很远的 对不起 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 把你们总经理的朋友撵走 到时候 你们总经理会问责你的 把你开除 对对对 我这个大榴莲就是 给你们总经理的 好重的啊 不好意思啊 请你们离开 童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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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你穿西装的样子也太帅了 对啊 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你穿西装的样子 还人模人样的 一点不比太粗畅 一根头发 想不到童昊 也还有被我挑刺的时候呢 我特意给你带了一个大榴莲